慈禧的后宫尚未继,1852年,17岁的慈禧第一次踏入红墙宫内,成为了侍奉咸丰帝的妃嫔,对于这些出生官宦之家的满足八旗之女来说,选秀成了不可逃脱的宿命,欲有后宫第一美的慈禧,后宫晋升之路却走得颇为不易,眼看同批进宫的秀女扭护路士一路盛宠,短短八月便以荣灯后卫,稳坐皇后宝座,自己还仅仅只是小小的贵人,强烈的落差感让慈禧明白, 必须主动出击,皇后之位自然不能肖想,与其成为敌人,不如化敌为友 慈禧的奉承让扭护路士颇为满意,二人关系也日渐亲密,有时碰到前来昆宁宫的咸丰帝,也能混个脸熟,但光靠皇后的美颜可远远不够,慈禧又将目光瞄向了康祠皇太妃的身上,咸丰帝又年丧母,使养母康祠皇太妃一手将其拉扯长大,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时常的打点太监,成功 慈禧的让皇太妃对这位蓝贵人有了印象,后期的接触更是将皇太妃哄得直乐呵,身边人的美颜,加上冠绝六宫的美貌,咸丰皇帝理所当然的沦陷了,很快,慈禧就从蓝贵人成功晋升为了一瓶 能书绘画的才能,更是正宗咸丰皇帝下怀,由着这层志同道合的关系,慈禧一度成为最受宠的妃子,但真正让一瓶实现弯道超车的,是皇子宰纯的出生,宰纯作为咸丰帝的第一位皇子,弥补了咸丰帝后宫子嗣众多,但无皇子的遗憾,生母一瓶更是母瓶子贵,进封为一贵妃,仅是赐予皇后的存在 1861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咸丰帝逃亡途中不幸病死热和,传位于皇太子宰纯,十年年仅八岁的皇太子自然无法堪弃重任,他人甘政是必然的事 弥留之际的咸丰帝,显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仅任命了八大顾命大臣辅佐幼主,还给了皇后扭枯鲁士另一枚印章,两张合一圣旨才能生效,为的就是权力的制衡 但八大臣之中,不免有人心生非分之想,不愿两位皇太后干涉政事,企图独揽大权,随后的慈禧便与慈安太后联手,借助公亲王一新的势力,发动了新有政变,彻底铲除了朝中内乱 经此一变,慈禧,慈安两宫听政,主理朝政,傀儡皇帝光绪,慈禧太后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如此短命 她从六岁起就登基为皇帝,但在年仅十九岁时,她突然因病暴毙而去世,这个消息无疑是一剂沉重的打击,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更是如此 因为这意味着皇位即将一主,她也无法继续垂帘听政了,慈禧太后深知她所面临的局面 她不想看到自己失去掌控权,于是她开始寻找一个新的继承人,一个既能延续皇室血脉 同时又能被她操控的人选,她百思不得其解,究竟该如何选择才能保持她的权势 最终,慈禧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她是慈禧太后唯一可供选择的家族成员,同时也是唯一能继续她的统治的人 慈禧太后深知,只有掌握了这个继承人,她才能继续在朝廷上发号施令 光绪可怜的年幼身影,她只不过是个无辜的孩童 年仅四岁,对于政治权力的复杂纷争一无所知 慈禧把这个嫩苗狠狠地拔起,将其过继到自己的身边 虽然表面上是亲侄子,但我们知道,那只是权力的一种扭曲催化 从幼年起,光绪皇帝就生活在慈禧的影子里 每天早晨,她都会被庄严肃穆的王庭里解锁惊醒 那熟悉的奏章与雄魂的战鼓,就像是在告诉她 这只是一场幻觉,随着年龄的增长 光绪慢慢明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一个傀儡皇帝,她的尊严和权力只是虚设 真正掌握着朝政的是慈禧,决策,政策,外交 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从她的安排 光绪只能被动地接受,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 尽管如此,光绪的内心始终透露着对于真正权力的渴望 她渴望能够发号施令,渴望能够自由地做出决定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玩笑 光绪曾期待过的改革和进步 都被慈禧太后以不合时宜为由推翻 她的努力仿佛被一次次地波浪冲刷 最终只能回归到起点 在她渐渐长大以后,她开始了对权力的争夺 并且秘密地支持了谭思彤等人的改革 她满怀希望的想要改变大清的境况 想要走出困局 也许在那个时候,这就是一条救国之路 光绪帝与谭思彤等人有过紧密的接触与合作 他们共同商讨国家的前途与改革的可能 光绪帝鼓励他们大胆创新 不畏艰难困苦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清朝陷入困境的命运 心怀古板的封建阶级思想 让她对新思想和维新变法持怀疑态度 她强行取缔了一系列的维新措施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令人痛心的是 慈禧太后对戊戌六君子实施了屠杀 更为令人痛心和不解的是 慈禧太后还软禁了光绪帝 使得她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推动变革的决心 这个年轻的君主对于改革和开放持有积极态度 然而,她的野心和愿望却被无情地扼杀在了慈禧太后的手中 亡于离奇命运 1908年11月14日发生在中国的一幕 这一天,光绪第一年早逝 全国陷入了沉痛的哀悼之中 根据清朝的太医,宫女等人所言 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进宫的窗户洒进寝宫 唤醒了沉睡中的皇帝 太医们立刻走进寝宫 询问光绪的身体状况 他们观察着皇帝的面色 并检查着他的脉搏和舌胎 每次都得到相同的答案 光绪的身体状况良好 没有任何异常,除了太医们 宫女们也是密切关注着光绪的生活 他们为皇帝准备饮食 确保他每日都能享用新鲜美味的佳肴 光绪帝的突然离世 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和揣测 一时间,人们纷纷怀疑 这个充满权谋和阴谋的宫廷 是否又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 是慈禧谋杀了光绪皇帝 以保全自己权力的稳固 慈禧的去世时间与光绪帝仅相隔一天 这种巧合让人不禁产生了疑问 是慈禧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权力 还是有其他更加复杂的原因 数十年后的今天 考古专家意外地发现了一段令人震惊的秘密 将这位皇帝的故事推上了新的高潮 2008年 考古专家们踏足光绪皇帝的陵园 他们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真相的渴望 于是 他们开始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调查 他们搜集到了一光绪皇帝跟头发取样化验 当化验结果出来的时候 他们震惊了 原来光绪皇帝体内竟然有大量的披霜 历史专家们长期以来对光绪帝的死因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分析 在他们的努力下 终于找到了一些关键的细节 揭示了一段惊人的真相 据推测 慈禧太后下毒的目的很简单 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 并通过傀儡皇帝来延续自己的统治 他可以为了权势 连自己的亲人都可以不要 可是结果怎么样了呢 这无异于维持了一个腐败的封建制度 结果不仅没有保住皇位 反而落得一个千古骂名的下场 光绪皇帝死后一百年 也就是2008年 众多考古学家们 根据光绪遗留下来的一缕头发 做了科学的检测 发现光绪头发终身的含量 是人体正常值的数百倍 这更加证实了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说法 根据相关考古专家所推测 慈禧毒杀光绪皇帝的嫌疑最大 在光绪死前曾写下日记 我病得很重 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一定会死在我之前 如果这样 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 没想到这件事情被慈禧知道了 慈禧觉得自己不能死在光绪前头 也或许是慈禧病重期间 袁世凯与李莲英等人为了自保 借助慈禧除掉了光绪 范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